Happy Sunday 今天是禮拜日 但是我必須要上班 今天天氣超級無敵好 我根本就是出去玩的季節 季節 但是我還是要去上班 好慘喔 但是我剛剛就是上班前去買了 米扣賞 這是我念念不忘的仙草凍仙奶 之前我去台中採訪一個球隊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買了很多 所以我順便有請我們記者喝 一喝真的是驚為天人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當時我太渴還怎麼樣 覺得也太好喝了吧 這次再喝到我就覺得好像還好耶 好像就那樣 所以有時候 你太想念一個東西 你就會把它想得太美好 然後真正就是可以碰到它 喝到它的時候就覺得好像真的還好 不過有他的陪伴 今天的上班日感覺充滿了活力 等一下要趕快很有效率的把新聞做完 就可以錄新聞然後就回家 今天還要跟很久沒有見的那個大學同學 他從美國回來 我希望我今天可以準時下班 然後晚上可以跟他見面 我們剛剛都很開心嗎 嗨 嗨 大家一起進入我的吧 沒有胖胖沒有胖胖 一二三 然後你按白色還可以照相 按白色還可以照相 按白色還可以照相 有可能會不會 現在有一個同事 他好像是太的就發不動 要錄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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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你現在在錄影嗎 對啊在錄影喔 棒棒感覺好像在錄影 而且你整個鏡頭看錯是這裡 靠你 等一下 嗨 我看對了 欸這怎麼三個都沒有我欸 那就是你的問題啊 所以我們四個人在 我覺得你最近有看 你有看 笑我這次有看這個 哈哈哈 你很失控的攝影師欸 Good evening 我現在準備要回家了 我覺得我這兩天一直都在跟 台灣語求一姐帶資引致敬 在杜拜所舉行的世界語聯超級卸賽 年終總決賽 在女單決賽的部分 剛剛才打完熱騰騰的消息 世界球後戴資引是對上的 韓國一姐陳馳炫 雖然小戴在小組賽曾經是敗下陣來 不過決賽上演了甜蜜復仇 是以21比14 21比13 直落了擊敗的對手 繼2014年之後第二度 在年終賽封後 好盡力喔這球 捷克你怎麼了捷克 自從上次繳了季費500塊之後 我今天是第二次去打 然後結果就要換了新的一季 我真的覺得自己實在太懶惰了 而且剛好就是禮拜一都有一些事情 我接下來的目標就是我一定要 督促自己多多去禮拜一的語求蛇運動 因為反正公司有補助嘛 然後只要繳一季500塊 雖然是還蠻划算的 但是前禮就要自己多打 所以接下來目標一定要每週都去打 這次的那個項目的稿子是誰寫的啊 這也有關係嗎 好難記喔 真的嗎 楚瑜剛剛還跟我抱怨說 他覺得去年比較難記 喔真的嗎 這年好像好像比較口頭 這什麼雞雞 歡歡 開開心心看滑冰 快快樂樂隱新年 金雞偏偏 我覺得我會講成雞雞偏偏 這樣可以用嗎 金雞偏偏 好難喔 金雞偏偏 欸什麼啊 金雞偏偏來報喜 來報喜 祝大家睡睡平安大吉利 可是那如果怕金聲勢症的人 是不是就不能拍假人挑戰啊 有什麼呀 因為我本人有手抖的習慣啊 平常酒喝太多了 好像這樣 還是我這樣 欸我的蓋子 你剛剛不是在跟我們講話嗎 對啊怎麼 鼻蓋被我弄掉了 那個綠色的嗎 欸這個對 好棒喔 好棒喔 鼻蓋被我弄掉了 鼻蓋被我弄掉了 好好笑喔 好好笑喔 滿滿內容浮滿營 祝大家新年快樂 連連連有餘 黃島一直拿著那個球棒那邊放在那邊 這是我的道具 可以嗎 但是你要別的 你要別的 你要別的一個 紅島 拿在那邊放之後 浮掉了嗎 不是 然後會閃光 現在已經看華麵 各位快樂錄影巡影了 金雞偏偏來報喜 祝大家睡睡 很不受控欸 大吉利 3 2 1 大家好我是關心瑜 跟我一起開開心心看華冰 快快樂樂迎新年 金雞偏偏來報喜 祝大家睡睡平安 大吉利 好 再錄那個VIA 我也要 他的VIA 是甚麼 大家都用 不要出爐頭了 剛那個被廚玉璇走了 還臭臉 那我可以 他說7秒 5秒以上 OK 你剛剛是偷媽還不開頭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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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沒有那麼 沒水準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的妝髮 雖然頭髮其實都已經亂掉了 但是我真的覺得 近艾爾達 兩年多 拍了 三次的 賀年宣傳影片 這是第一次我覺得妝髮OK 之前真的非常恐怖 去年還被弄成 張雅琴 而且我覺得那個 年紀看起來有50歲 今天的我覺得整體還滿不錯的 妝是走比較自然 但是又看得出來是有化妝 畢竟是要上電視 然後頭髮我覺得真的超棒的 就是他既把我吹的有膨度 但是又不會覺得太誇張 然後我跟他講說我喜歡 下面有一點微捲 他也完全的做到 而且在整個塑化過程當中 他們都會跟我們溝通 就是我們喜歡怎麼樣 包括我的眼睛 他說你喜歡圓的啊 或是你要長一點 他都會就是根據我們的喜好 所以我覺得 這次的舒嬅真的是非常的棒 覺得非常捨不得要把這個妝給卸掉 還有這個頭髮 我真的覺得我最近愛上了這種捲髮 微捲 真的非常的好看 我一定要自己來練習 這就是下一個目標 對每天都有新的目標 好好的學習 我在最後一刻買好了召喚禮物的禮物 我不得不說我真的是還蠻混的 就是等一下大概在40分鐘之後 我就要去交換禮物了 我剛剛才買到我的禮物 而且我本來今天早上就想說 我要買書 因為我覺得書的價格 跟他的 那個叫什麼 就是價值 是很好當一個禮物 但我知道抽到的人 應該不會喜歡 而且我剛剛很猶豫到底要買什麼書 後來選了一個就是也是心靈勵志的書 我自己就很喜歡啊 但我覺得應該會被嘲笑一番 但反正現在已經買完了 所以要趕快趕路去公司附近的摩斯 等一下準備交換禮物 好棒喔 猶豫哥好像加政府 加油加油 為什麼有人在摩斯做這個啊 傻眼 跟政府跟作為要 猶豫哥上面是有牆啊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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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標準嗎? 剛剛說我手在發抖 你在幹嘛啊? 你這樣對著起圈內人嗎? 我這人只是虛有起表而已 我做不起來啦 我沒有要練起表 我不行 我這個人就是虛有起表而已 我就把休憩葉拿到 大家都知道 下一個是誰啊? 還發黃 是什麼? 還發黃 發黃的東西敢拿給你 請問不要聞他嗎? 請問不要聞 請問不要聞 發黃 你要不要戴著手套啊? 翻點都出來了 我幫你拿上 不要撞我 沒花招啦 你整個影片都在震動 你沒有拿著 你沒有拿著 黃家姐寫了沒 黃家姐快寫 有 自己生意一三十啦 這個是家姐的青春 裡面還有東西啊 差一三十 因為太爛了 欸看一下 豬本裡面 這什麼啦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還有斑點 你沒有什麼東西 你不要直接用手接去 真的沒有東西啊 他最後覺得我耳心丟掉 我夾得很仔細 所以我唱得很吵 你不要給我寫聖誕快樂 小卡片子 耶 剛好 剛好他可以一對 有沒有 這樣開心 這個不拿出來就帥 一拿出來更想打 趕快回去戴安全帽啊 趕快戴安全帽 趕快戴安全帽 我45了 好不好 必須要看這個東西 發黃 我大概才剛結婚 發黃 你看到沒有 發黃 發黃 我就要換完禮物了 果然 我的禮物被大家唾妻 可是我不懂 一本書加 2017年的卓力 而且它是 支持流量狗的那種卓力 既然會跟 就是 一箱水果 一樣被選為第二爛的禮物 真的不懂大家在想什麼 但我今天抽到的禮物 我覺得還不錯 是 那個洗臉機和 自排棒 尤其洗臉機 我還蠻期待 因為沒有用過 而且之前感覺好像蠻紅的 到時候可以來試試看 再來開箱